深打拼的伙伴们 谁的个人微信号里 没有一两个猎头呢 在一个又一个 客户太坏 老板太蠢 同事太卷的夜晚 孤单的你 可能就会想起他们 今天有一位很特别的 专注汽车行业的猎头朋友 做客了一然一刻的聊天室 他是猎头公司 YP Hunter的管理合伙人 同时也是Linker的创始人 过去的15年的职业生涯中 他一共猎到的 汽车行业的高管超过200人 欢迎林青 Ellie 来到一然一刻 有很多的朋友 其实还挺年轻的 他们也想去汽车行业 你为什么不把他们 作为列务呢 因为我只做高管 我团队其实每个层级的职位 都是做的 这是我本人自己 对吧 毕竟到这个年纪了 所以只能做 这个一定级别以上的职位 我们聊一下 今天的严肃话题 就是关于汽车行业的猎头 尤其是管理层猎头的这个问题 其实每一个人 年轻人在进入职场之后 他或多或少的 都会有一个梦想 就是慢慢地往上升迁 有一天扮演重要的角色 什么样的人 最终成为了高管 我觉得能在一家企业里面 做高管的人呢 底层驱动 仍然是第一位的 然后呢 他其实本身的能力 比较适合组织 因为你也知道 有一些能干的人 他的能力其实是适合 可能领导一啊 对吧 创业啊 然后 但是有一些人的能力呢 他是比较适合 是说他去协调资源 以及是说怎么 我们叫manage up 对吧 就是你怎么向上管理 还有呢 是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能做到高管的人呢 他还是有非常强的这种 就是对于人性的一个判断和把握吧 因为他其实需要 不断地去壮大他的团队 对吧 你要依赖团队去做事儿 然后还有的话 就是能够去在每个阶段 做正确的一些判断 他能够去做业务决策 他能够做 整个这个生意决策 他得担责 他能做决定 艾丽你说的东西 跟很多的年轻人 在网上的第一直觉 是不一样的 容我来代表他们想象一下 就是我们觉得 最好的设计师高管 是那个设计画图能力最强的人 最好的研发高管 在我们的脑海里 是那个单强匹马 去那边工厂里 把车传出来的人 这是我们一种朴素的这种理解 但现实中好像不是这样 确实不是这样 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 我职场不公平 我的老板好像也没有那么牛逼 专业能力上很强 这件事还是做高管的一个基础 它不能是说我专业 就压根就是不及格 对吧 那个肯定不行 但你想你做一个企业的高管 一件事它是得千人 甚至万人才能做起来这个事 那你说我这个时候 我的这个专业能力特别强 但实际上 你可能会浪费那900人 当要干成一个特别大的事的时候 它本身的这个组织能力 然后它能够用好别人的能力 它能够拿到更多资源的能力 这些还是会在专业能力之外 必须的 那你有比较过 比如说中国的大一些的公司的高管 和海外的大一些的公司的高管 它们的特质的差异吗 其实我也有一些去理解国内的企业和国外企业的一个过程 因为其实在早前十年 我做的都是外企的管理层 在中国的外企 在中国的外企 对 它虽然地理位置是在中国 但实际上它秉承的那种文化是非常一致的 所以说我会发现说 欧美公司 它们会有一些底层的管理逻辑是类似的 你招个人 你就看JD 对吧 JD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对吧 就我们说job description 那个职位描述 对吧 它条条框框 它的权责都特别的清晰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说 咱们干猎头也特别轻松 因为外企的管理 它相对是有章法的 有边界的 你在暗示什么 就是后来我做名企 我从15年开始做名企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做名企 客户很不一样 他们首先一个 老板还是非常重要的 决定了这个公司的管理 文化的最重要的那个人 所以说当你去 如果说按照你 只是按照一个条条框框去招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怎么就没有结果 其实你很难是说去理解 就是说这个名企 为什么是这么去看人呢 可能对于民企来说 国内的民企来说 它本身真的高速发展的那个时间 其实也就是改革开放这40年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得是伴随着这个民企 不断地去摸索和成长 也就是说 他们可能也不知道 自己要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得去理解这个老板的愿景 然后他的喜好 然后通过这些比较隐性的知识 才能够招到对的人 当你指望是说 我就看一个职位描述 我就知道说 在这个公司要干嘛 对吧 以及是说 我可能就通过一些 我自己对于职位的专业理解 我就认为 我在这家公司能活得很好 那么这个想法就会比较简单 我觉得国内很多的大型企业 人是是没有独立性的 对 就是实际上是CEO驱动 老板驱动 或者部门副总裁驱动 当然了 我自己也在企业里打过工 也做过一些这个中层管理 我自己做管理者的时候 我也是这种刑判 我希望我面试完你之后 今天入职立刻马上 对吧 其实你那时候特别不希望有一个人是不能跑过来说 哎呀依然 你找的这个人呢 虽然业务能力呢 你特别认可 我们也特别相信你的判断 但是呢 你看这个 它这个气质啊 它这个价值观 跟我们这个企业文化 它不符合 其实在大多数的中国公司之后一定听我的 对吧 听业务的 你不是被一个人招聘去的 你不是被一个人选中的 因此你不效忠于一个人 你效忠于一个组织 你效忠于一个 在我们这个行业 你效忠于一个汽车品牌 刚进入职业生涯的时候 我是那种完全一心 铺在所谓的具体问题上的人 坦白的讲 你并不在意 在那个办公室里跟你一起工作的人是谁 就是OK 听说有部门聚餐 我们吃个饭是吗 好吧 给你面子 我去 然后到了点我就走 对就是这种感觉 对吧 就是你其实并不理解组织对于你的意义 对吧 但是你待了越久 你最后也发现 其实这个组织真的好重要 对吧 组织最后还是大过每一个个人的 特斯拉也在上海 对 你的公司也在上海 你们之间有没有故事 我们有和特斯拉合作的 我们对 我们有某一些组和特斯拉是有合作的 和特斯拉合作 和和其他的车企合作有什么区别 我可以这么说 就有90%的猎头 可能都不敢做特斯拉的生意 我觉得特斯拉是这样的 他本身 首先他看人的眼光 他也是属于 就是全球化的那个视角 对吧 就是说他 比如说他同样要招一个什么 制造工程师 他不会是说 因为我在中国 我就降低我的标准 那他其实这个跟美国的标准 是差不太多的 所以这样的话 首先一个就是 就是特斯拉对于这个技术能力 他的要求就是比普遍的车企要高 据说在北美 特斯拉的那个招人标准 略低于4倍塞 但是显著的高于底特律 对 显著的高于底特律 就是说硅谷 就是我们说硅谷这类的公司 实际上他招人的标准 是比较像的 就像是之前我们做苹果的招聘 像苹果的话 他也是六轮面试 这当然有非常多的交叉面 然后他没有那么多梯队和层级 但是他每招进来的一个人 其实都是精英 对吧 然后特斯拉也是有那个 硅谷招人的那个范儿的 就是他也是四到六轮 就是整个招聘的流程特别长 然后就当中非常多交叉面试 就是他要去判断 你是不是一个底层素质 能够跟他们齐平的那种 所以其实挺难的 就是做特斯拉的招聘 还是会比较挑战 我之前在《火星人马斯克》 那本书里的某一个章节 相对详细地介绍了一下 他们的招聘 而且放了一些这种案例 是我们采访过的 真实的候选人 他们一路一路 怎么花六轮搞进去的 我认为他们在中国 显然应该还是比北美 要降低一些标准 但可能即使降低了一点之后 依然是非常苛刻的 那天特斯拉的招聘官 他为了激励我们 就是从他们的声音 他说你们放心 我们的这个流程 为了这个紧急的职位 已经做了很大程度的啼笑 我们只要三轮面试 就能够招进来一个工程师 他们也很无奈 现在这几年 我看汽车行业 由于有电动化 智能化这些大的变革 好像它的人才的构成 跟往年不太一样了 什么样的外行的精英 跑到汽车行业来呼风唤雨了呢 这个也是我有切身体会的 因为最近刚刚放了一些 跨界的高管 进入车圈 那么其实从营销角度 就比较容易理解 因为营销角度的话 其实现在能够跨界 进入汽车的 它一定是相对来说 在整个消费电子 它能够是对于用户的理解 更加的深刻的 这是现在汽车行业 需要的一个能力特质 那么这个能力呢 恰好这么多年的汽车 工业发展过程当中 它没有培养起来这么多的 对于消费者很理解的人才 汽车行业以前在国内的情况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其实是一个批发型工厂 对 左边把车造出来 右边就通过批发出去了 而且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 你现在光商场对吧 以前不可能说 一楼全是各大的车的展示店 这个现象 其实背后对于人才 也是一种挑战 你要有对于这种直营的模式 整个链条比较了解的人才 对吧 它怎么选址 然后你怎么开店 你怎么做店铺的运营 你怎么培训店铺的 这些一线人员 这一系列其实都需要新的人才去解决这些问题 虽然很多整车厂的人 其实非常不懂用户 但我还是得说句公道话 其实4S店的人一直特别懂用户 他们非常清楚 怎么努力从用户的兜里 多搞出一块钱来 然后尽可能地把他们的产品和服务 都收给你 他们为了实现他们的商业目的 他必须懂用户 但是总体来讲 4S店受它的体系 和它的经营的具体目标的影响 大家并不能站在一个全国 甚至全世界的角度 去理解一个品牌 当年你看各个车企 每次招那种营销经理 市场经理 往往是从一些优秀的名牌大学中选人 名牌大学生去了公司以后 在一台车也没有卖过 一个用户也没有见过的情况下 很多时候就带着一个某某市场经理的名片 出差到了四川省 或者是海南省 然后当地经销商就是 某某总来了 某某总给我们指导指导 跟我们说这车该怎么把这车卖出去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会发现 就是你以前看着 好像是那种品牌在卖车 其实是这种 什么经销商 他们在卖车 就等于现在是所有的车企 重新在学卖车这件事 这个也是我这几年发现 就特别有意思的事 但是那些从跨行业过来的高管 到了汽车行业 真的不会水土不服吗 他们理解车是一个 以100多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在高速上移动的物体 并且随时有可能搞出一两个人命 然后一个车的灾难 可能就会导致一公司破产 他们真的知道这些事情吗 对这个问题也是 现在的一个痛点问题 比如说问一些人 你为什么要进入这个行业 他觉得说 我觉得这个赛道热 我觉得这个赛道前景 比我们行业好 如果你仅仅是因为 是说我觉得这个赛道热 我就想进来 实际上你其实有很多的思考 我觉得是过于浅了 跨界的高管 他在融入车企的过程当中 目前来讲 还是会有很多坎要过的 那么就刚才依然说的 这个点非常对 就是在说本身 他跨界当然有一部分的能力 是能够补足的 但是也有一部分的能力 是他需要补自己的 就是你对于本身车 这个产业 对吧 这个产品的一个理解 而且那一块 我觉得可能 他的知识量更大 我观察了一下 我觉得其实一般来说 就是能够进入车企 活得还不错的高管 一方面他还是得有敬畏之心 就他对这个产业 不能觉得说 这个是个落后的产业 对吧 我过来就是来做变革的 那那种心态 就注定了他会失败 我想起当年乔布斯传里边 他自己的一段经历 乔布斯当年去某个公司 挖一个营销经理人 那个人我不记得是可口可乐 还是百事可乐的高管了 乔布斯跟他说的话就是 你还是过来跟我搞点 有意思的事情吧 有点挑战的 你不会真想一辈子卖糖水吧 是 哎呀我们聊个轻松点的 这个人民群众真正关心的 这个街上行业的高管 到底收入能有多高啊 这个话题就是比较敏感啊 我我只能是说 以我能够输出的 这个有限的信息 来跟大家评估一下 先从那个 我们金字塔接着来看啊 主流的这个 像新造车势力的 这种C level的 对吧 他们基本上是几千万到上亿的 薪资啊 然后其实往下呢 就没有那么夸张 就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就是我们可能 以总监级别为例吧 其实差不多总监级别的话呢 其实行业的薪资会略低于 像这个消费电子 和一些大的消费品行业 一两百个吧 其实到两百个都很少 基本上在在一百左右 可能到这个再往下的话呢 它其实比一般的工业品 稍高一点 然后这两年呢 是有特别极端的案例 就是说薪资会特别高 其实是这样的 大家看到那种薪资啊 它当中其实有很大的这个水分 可以说我可能几百万的薪资 但实际上这当中股权 还是占很大比重的 然后股价呢 又是很浮动的 所以也不用那么眼红 说好像这个薪资有那么高 这有像那个珊珊在帮我们 做视频监视啊 这像我招聘珊珊说 跟珊珊说 我们这公司有可能会IPO 若干年以后 所以现在你在我们这呢 先拿个小一点的月薪 几千块钱 对吧 然后我们再给你发点期权 花瓶 对吧 这个期权呢 别看今天一股就值十块钱 那以后那可不得了 对吧 这就是这个行业的现状 你去见到的每一个公司 几乎每一个 都告诉你 他们正在IPO 或者即将IPO 所以就是刚刚谈到的 极端案例 就是说我们说大几百万呢 它还是体现在一种 就是非常稀缺 就像自动驾驶 这种算法什么的 这种就特别稀缺的领域 还是会有大几百万的 但是自动驾驶 今天的工资 还跟两三年前一样火热吗 大牛还是有那个价的 对 但是实际上就是普遍的 就愿意接手是说 这种百万左右的人的 公司会变少 就是对 因为像特别火的时候 我做18年 18年19年 就自动驾驶特别火的时候 好像遍地都是百万新丑 对 动不动一个 只要有两年经验 两年那不是 那是夸张 差不多 你如果说能够在自动驾驶领域 有个八年经验 听说一些好的学生 去百度阿波罗 干了两年 出来就百万 华为那个薪资是真的 华为天才上 你一毕业就两百多万 那个是真的 对 但是一般来说 就是说两三年不可能 就是我们说的两三年 那个是什么 他本来读书 读到博士 博士后了 他已经年纪很大了 他可能工作 实际工作就两年 实际上人家从实习生开始 人家就已经是很牛逼的人了 那种也是极端案例 对 所以说 现在这个汽车领域的话 我觉得 我自己做猎头 我还是比较苦于是说 挖跨界的人 其实他们薪酬是 有落差的 就是他们要来这个行业 反而薪酬还得妥协 为啥那些卖糖水的行业的人 能比汽车行业的人工资高呢 我最近分析过这个事 因为其实你看 消费品行业的人 他一个人 他真的是能够说 你招对了 他就是撬动 几十个亿的生意的 对吧 你说卖糖水什么 但是我没必 我出了一个方案 特别讨年轻人喜欢 那你背后敲动的是 对吧 这个不得了的生意 但汽车行业呢 他没有这样的人 也就是你没有任何一个 牛逼的人能够证明 你自己的贡献 是大过其他所有人的 就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看这理想的那个L789 最近不是销量比较高 比较火吗 有哪位除了理想本人之外的 理想的员工能站出来说 他造成了这一切 对 或者对这件事情 有重大之贡献 未来当年的ES8和换电站 刚发布的时候 不是石破天津吗 有谁能站出来说 除了礼宾之外 他造成了那次 伍克松的盛况空前 我现在不在那个 对这件事情愤愤不平 就是T70人民不平 我承认你说的快小品 或者是有些行业 他有些人 他自己做成了一些事 对吧 我们得承认那些做出了成就 而且能确认把这个成就 归在自己名下的人 我记得我当时在凯迪亚克期间 我们的同事和老板都喜欢去 一个拉面馆吃饭 在浦东 强热店装修也不行 盒龙也不行 服务也不行 但他们就生意好 你每天工作日的中午去 也都永远是爆满 实际上我认为 他的那个店的那个小老板 就有点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 对吧 快小品的那个某个营销总监 他自己的配方也好 对牛肉面的独特品味也好 选址的独特洞产也好 或者他跟他早期客户塑造的独特口碑也好 确保了他裁员广进 对吧 不愁这生意 他干的事你说有没有这个搞火箭 造汽车牛呢 没有 但他肯定比任何一个搞车的产品经理 都真的多得多 对 因为他把这个事闭还了 对 他全能 他搞完了 对 这个汽车行业最好的项目经理和产品经理 和研发工程师的问题是 他做完的工作 如果离不开周围的一万个人的支持 就不会有任何结果 对 是的 你说的没错 而且汽车行业有的时候 有才华的人 他还是会被束缚住 或者说有一定 有一定被他的整个最后 延产供销的能力绑架的 对吧 你毕竟那个研究院 他得能开发出你说的这个东西吧 那我开发不出来 那你也没有任何办法 对 这也是产品经理的悲剧 很多非常好的产品经理和这个产品经理 我在这告诉大家 实际上是在第一个月就白白了 你想做一个类似于当年Model S的那种 全景天厨房从前面真的干到后面 然后就会有好几个资深的研发工程师跟你说 这玩意做不到 我们早就分析过了 然后直到2013年Model S出来做到了 然后他们就说 这种新公司你知道的 他们不在乎质量 就是最近有谈到是说 像那个消费电子的人就说 哎呀我们要学什么呢 学那个乔布斯 乔布斯说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产品理念 对吧 你如果实现不了 我就把你这个研发团的干掉 我再招一个能实现的 对不对 就是好像说的很容易 你去问任何一个吹气老板 他干嘛 他敢干掉 是说你研究院实现不了我的想法 我把研究院干掉 就不可能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也是车圈比较无奈的地方 其实汽车行业的人 他要有延迟满足的这个能力的 实际上有很多 刚刚提到的扭闭的人 他没必是说 他比如说去做个猫粮 对吧 做个新的猫粮品牌 他可能很快 他因为一个idea 他切中了 他就就就起来了 但实际上做汽车 你要让你的这个 你的你的想法 生根发芽开花 可能他就是需要 就是要等待两到三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太对了 我觉得Eli说的这个事情 就是也是我的那个合伙人 文汉的心身 其实文汉以前是非常好的 汽车工程师和产品经理 他为什么愿意来做一个这样 看上去更小 但是更自由的事情 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这种 满足感的周期问题 对 就是你可能憋着劲去做一个车的项目 对 但是好几年之后 你才真的获得评价 知道这个事情 到底意义如何 是 然后你就需要一些 更短期的东西来反馈 我得很客观的跟大家讲 这个行业更像搞金字塔 对吧 金字塔伟大 但金字塔是十万个人一起搞的 对 你只是其中之一 而且要搞好多年 比如说十年 所以呢 你也许得有这个足够的耐心 还得接受很多的不确定性 投身到一个伟大的 长达十年的万人项目中去 是 去年做了一个调研 就是当时把那个每个行业的 从业的人的这个年龄 平均年龄一直拉出来 就是你能够想象说最后做出来的那个结果是说 从在去年的整个汽车行业的从业年龄 是低于互联网的 这跟大家的那个常识完全不一样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其实 因为去年已经是属于说 那个这个行业在变革了嘛 后来我才发现说原来呢 汽车行业现在对年轻人是比较友好的 汽车行业之前从来没有过一些职位 什么比如说圈层营销 什么终端体验 类似于像这种职位的话 从来没有存在过 它只能够找这个 可能25到30岁之间的人 去做一些新的职位 所以我后来才发现说 为什么当时这些互联网 已经进入到一个老龄化的这个行业了 因为它的那个P8P9的位置都固定住了 你其实年轻人进来的话 其实你做不了那些关键的岗位嘛 但是对汽车行业而言的话 它有非常多的职位是新的 它需要就是有年轻人来去做这个事 所以我认为这几年 其实对于年轻人而言 进入这些行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还是要这个提示一下风险 因为我觉得有一个指标 是需要去看到的 就是汽车行业在中国的销量 已经很久不增长了 对吧 我们大概在17年左右迎来的巅峰期 可能是2500万左右的全年的销量 去年好像就是2100了 其实在一个行业整体的规模 不怎么在增长的时候 对吧 如果真的还有这么多的新品牌 新组织 细胞分裂 新的职位 然后甚至有你说的高薪股票期权 其实这就意味着 它总体的人力资本开支 明显的超过了它的营收的这个商业能力 这样就绝对不可持续 这一波雪拼完了以后 你会发现账场上一定是失衡累累 最后该从哪来回哪去 就当年那个BAT为代表的互联网行业 能够实现各种高增长的一个关键是 我们国家的互联网人户 可能是从1000万烧到了十几个亿 那是一波巨大的这个这个洗牌 车是一个实体经济 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行业 就是也不要有太多的幻想 不要太多的幻想 我自己还是比较那个 怎么说呢 就还是看好其实行业的 还是看好其实行业 因为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说现在其实有一些事 我可能每半年 我自己的认知要被刷一下 这是为什么说有很多 一是很多的职位的产生 实际上是我不知道的 第二的话是在说 他们很多的玩法也确实是 我之前想过没想过 比如说现在其实很多汽车 它造出来的车 它确实也不是为了 卖给消费 就是直接卖给消费者 它有很多 比如说它就是跟出行公司合作 对吧 以后可能会是说 出行公司会成为最大的 这种车辆的买家 可能现在在整个汽车 做商业的过程当中 大家还在摸索一些新的市场 对 但我觉得有一个市场 是我刚才没提到的 我觉得确实有一个重大的机会 是中国以后 到底能搞定多少出口 以前我们国家的出口是几十万台 后来到了一百万台 今年眼看着 我觉得可能要四百万台以上 那么如果我们今年做到四百万台 这意味着若干年后 我们也许甚至出口达到八百万 都有机会 而且除了出口 我们的资本也会杀出去 可能就在马来西亚建厂 就在印尼建厂 那么这意味着我们的车企 开始从中国公司变成 真正事实上的跨国汽车公司 正如当年我第一份工作在东方日产 那时候我就觉得那些 从日本派过来的前辈和领导 都还挺厉害的 对吧 他们为什么能被派过来呢 是因为日产实现了 从日本汽车公司变成跨国公司 对 在这过程中会需要很多 国际化的人才 是 而且如果说有哪家车企 能够让我这样的马路杀手 最后能买一台车 自己开 我觉得这公司就成功了 对吧 因为很多女孩子 其实现在并不是车主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 是一个空间 是不是 是一个商业空间来的 是 自动驾驶如果真的能实现 你所讲的那种功能 那会巨大的推动汽车的销量 很多人说到了自动驾驶时候 车就会变少 我认为这大错特错 他们想的那个逻辑 就是随着自动驾驶 然后我们就都打滴滴就行了 因为你只要出门 跳上那样滴滴 对吧 你不用再用到自己车了 这完全不对 如果你真的能够有 全自动驾驶的车了 每个人都希望有一台更衣室 工作室跟着你自己 比如我约 这个艾利在这个万养成见面 对吧 然后我平时是一个 有工作需求的人 所以我背着包 背着我的设备 那你说我是 左手右手提着这些东西 然后踏上一台 自动驾驶的滴滴好呢 并且在他来之前 在阳光下先等他五分钟 然后到了那个商场的时候 拎着所有的东西 然后最后去喜马克 见到了这个艾利 对吧 还是我优雅的 下楼把东西放进 我自己的自动驾驶车里 然后让那个车 自动地开到万养成 再自动地停到那个地库 自动驾驶只会让你的 半生不随的爷爷爷 用有一台自动车 所以它会极大的扩张效率 你刚刚提到的那个场景 就让我想到了 我们最近两年 很火的一个职位 就是类似于像用户旅程 以前也没有这样的职位 但是现在会发现说 原来现在这车期 正在想的是说 我怎么能够理解 用户的这个场景 对吧 他使用这个车的场景 有什么不同 然后它的用户旅程的意思是说 我每一次就是说 这个用户触达这个车的时候 它会有不同的节点 然后就说这个 把它每一块的触点设计好 设计得让它体验更舒服一些 其实这是由于我国 是一个新兴汽车工业国家 所导致的这种事情 今天才出现 我觉得这个事情 先驱是未来 在中国 对 先驱是未来这样的车 这是未来去做的这个事情 但这些事情 其实在全球来讲 在别人那早就有 早就在干 我们之前为什么 汽车工业搞了 二三十年没搞这个样 是因为我们以前的自主品牌 主要靠的是山寨 是 和变相山寨 就如果你干出来的车 有一个原型叫卡拉 你干的SU 有个原型叫哈兰达 你不太需要去搞 user journey 用户旅程体验 场景的研究 因为人家给你研究好了 对 对吧 对 对吧 对 当年就用 因为用户旅程这个概念 其实未来在车圈 找不到这样的人 所以那一批的人进去 其实全部都是从什么呢 什么培训教育行业 还有什么酒店行业 对吧 类似于说服务业 进到的这个车圈 1718年 未来领衔 开始做这样的投入 对 这种投入是非常烧钱的 对 而且甚至就是比国际的同行 烧得更多 为什么呢 人家在烧的时候 人家的产业链 有了很多这样的沉住人才了 是 可能人家月薪 3500欧元 在意大利 在巴塞罗那 就能找到这样的人 是 它是个基础能力 你从一个还可以大学毕业 正常的还可以的 工作两三年 你就拥有这种能力 但在中国的问题是 你可能要花很多的钱 找非常好的需要的 非常聪明的人 过来干这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你没干过 整个这个行业 没有人干过 对 成本非常高 对 这是实际上 这就是为什么在产业里 你要实现后发的追赶 其实真的 还是挺痛苦的 但我觉得 因为也关注这个行业 其实应该超过15年了 我大学期间 就很关注中国的 汽车的发展 就我不得不说 作为一个 看了十几年的人 在这个连续剧中 你看到的 就是一路在往上走 对 你想想十几年前 中国车会搞什么 十几年前 我唯一在干的事情 就是人家有个解答 你也搞个解答 只不过你不叫解答 但今天是完全不同往日 这个网上还有一些朋友 总是说中国这个 燃油车落后海外好多年 要靠电动车 弯道超车 这其实也挺极端的 这种观点 某欧洲的大型公司 已经宣布以后 不再继续研发内燃机了 然后它跟这个吉利 有这种合资的公司 这合资公司 是以吉利的技术为主导的 因为吉利能提供内燃机 以及基于内燃机的 混合动力技术 我们中国公司 现在自己搞的 这个内燃机非常厉害 所以以至于可以去 向外输出了 这是真正在发生的 这个事实 依然说的那个点呢 就是反映在那个人上面 我也是觉得是非常类似的 中国的汽车早年 是从山寨开始的嘛 不需要那么多 有脑子的人嘛 对不对 但现在的话 又虽然相反 你就需要很多 有脑子有才华的人 所以说 我是觉得就是本身 这个汽车行业 对于人才的这个需求 它刚刚开始 它刚刚开始 然后这些人才 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去证明自己的能力 以及说把它的才华落地 还需要一波一波的人才进来 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实践 就是因为这个产业的规律嘛 所以最后也还是会变成 就是说 就是人方面的一个规律 我觉得人其实是 推动东西的一切的根源力量 所以我最近一两一刻 会关注很多人的这个话题啊 很高兴请到 艾利过来跟我们 从一个资深的 而且专门做 对吧 管理层猎头 她这里定义的管理层 都是七位速度的 甚至是八位速度的那种薪水啊 就是我这个望尘莫及 所以大家也知道 为什么我请她来 这个万一我倒是创业失败了 我还得求她呀 一定要第一时间找我 虽然我还是希望你创业成功